賣場上貨架的衛生紙一補貨立刻被搶購 不少民眾都是塞滿整輛推車 賣場甚至還貼出來不及補貨的告示 賣場衛生紙是否也漲價 工作人員低調回應 不過現場觀察部分品牌還是有優惠 像是大潤發的書結 一串原價129元 特價105元 而佳樂福則是推維杰亞買一送一 但也全部被掃光 對啊 不是都沒有變嗎 那大概漲多少 我不曉得說一成多 衛生紙大廠漲價消息一出 又再度掀起搶購潮 賣場尚未公布何時漲 但是網購業者已經先調漲 像是有民眾發現雅虎奇摩購物 書結100抽的衛生紙 去年一箱價格只有740元 到了今年3月 已經變成了829元一箱 漲幅大約12% 網購業者之間 其實它應該有不同的一個配合廠商 也有配合的一個不同的一個條件 所以如果在一次的一個時間 去做一個調查的工作 我們認為還是有調查的一個比較 另外也有不去名的網購業者 證實網購脫露衛生紙確定漲價 像是金百利和永蜂羽的衛生紙品牌 上漲了百分之十五 而陣龍的春風情人 則有百分之十五到十八的漲幅 都是三月起調漲 而金山市生產的衛生紙 四月起也會漲到百分之十到十五 儘管公民會已經介入調查 但仍然擋不住漲價 也引發民眾的怒火 痛皮業者根本把消費者當作提款機 接著這人都需要放台北報導